现在终于离开了乡村小道 展示在面前的是西规浦的美丽海景 这里就是著名的天才画家 李仲谢热爱的西规浦大海 作为它的创作背景地 而广为人知的清零小沙丁鱼海岸 以优雅地漂浮在西规浦前海的 森岛 轮岛和樊岛 作为背景美丽的作品正展现在眼前 通过把作品成圆形 设置在清零小沙丁鱼海岸草坪广场地面上 让游客不仅可以观赏作品 还可以光脚走在作品上面 通过地面的触感 还可以感受到刻在作品中的 每一个字的含义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